這次新北校園發生割警案 教育部表達痛心與遺憾 教育團體也呼籲 政府應該要檢視 曝顯少年的輔導機制 還有成效部章 以及現行教師輔導管教學生 辦法的執行困難 並且正視家庭教育 家長的管教責任 教育部表示會檢討 落實保護校園學生安全的機制 新北國中生在校園內 遭到割喉死亡 而加害者曾因案收容 才從少年官戶所出來 回到校園 國教盟表示 政府應該檢視曝顯少年的輔導機制 成效不彰的問題 而主管機關更應該提供資源 落實曝顯少年中介教育 在輔導確實發揮功效後 經評估後才返校 才不會讓類似攻擊學生事件 再度重演 實際上少管所 它就是把你關在一個看守所一樣 一個裡面把它關起來 它是用隔離的方式 時間短一個月長三個月之下 這中間沒有聽到任何輔導 照顧這些的過程 也沒有溝通協調的過程 教育團體認為 近年來學生校園攻擊事件 有增加的趨勢 從教育第一線來看 現行的教師 是輔導管理學生辦法 執行上出現不少困難 常常讓老師難以管教 甚至遭到投訴 此外許多問題學生 往往跟家庭環境 有很大的關係 建議修法也要讓家長 也要負其管教義務及罰則 在輔導管教辦法裡面 並沒有相關的強制家長一些代會的責任 目前來講其實是沒有罰則啦 願意配合的時候可以 但是有些沒有辦法配合的 這個就會造成一些困擾 不知道怎麼處理啦 長期在第一線幫助中錯生等 飛行少年的NGO團體認為 這些少年往往來自私人家庭 幾乎對學校生活難以適應 學校也缺乏強制力 政府確實有必要投入大量資源 接觸他們 對於各方建議 教育部強調 會檢視現行中介教育後的輔導評估機制 也會盡速瞭解校園安全檢查的限制 與地方教育單位研商 落實保護校園學生安全的機制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台報導